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清德宣布台独 在两天之后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意见》的通知 也就是说赞清德5月20号宣布台独 5月22号 这两高三部的这个台独死刑意见就出来了 但是直到6月的21号才发布 迟了一个月才发布 那么我怀着喜悦的心情给大家把这个念一念 顺便也给大家这个解读一下 因为大学教授给大家讲讲法律课 我是个法盲 我是个社会学家 但是我懂法律社会学 我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 李毅教授给大家朗诵一下这个很短的法律 同时呢 也这个给大家讲解一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厅局 国家安全厅局 司法厅局 所以他这个通知是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安部 司法部 下给全国各省的 所以他下给谁呢 他们这五大家 每一家在各省 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厅局 国家安全厅局 司法厅局 另外呢 解放军军事法院 军事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人民检察院 公安局 国家安全局 司法局 各省市自治区之外 还有一个正部级单位 是新疆建设兵团 为了依法惩治 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切实维护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 根据反分裂国家法 和中和民共和国刑法 中和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等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结合工作实际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安部 司法部 联合制定了 这个 关于依法 惩治 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注意 我一会儿详细讲 他这个是要惩办两种人 一种是要惩办干台独的人 一种是要惩办说台独的人 他完全是分开的 所以他是 关于依法惩治 台独分裂分子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和煽动分裂国家 这个良性是完全不同的 我一会儿讲 他这个很详细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2024年5月26日 也就是说 在520之后6天 这个就已经下发了 下发给谁了呢 下发了刚才念的这些单位 但是现在才向 全中国全世界公开发表 下面是全文 大家 这个是不是有法盲啊 跟我一样有法盲 你法盲不要紧 你听李毅教授 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 给你讲解一下 我这个讲解 不是法律专业讲解 是法律社会学的讲解 为了依法惩治 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 关于 对不起 关于依法惩治 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 犯罪的意见 下面我不从第一个字念起 我先把后面的念一段 再反过头来 从头念 我先把量刑念一下 怎么样量刑 量刑是这样量的 说 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 处无期徒刑 或者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其中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 情节特别恶劣的 可以处死刑 就说你要干台独 三种刑法 一种是十年以上 无期徒刑到死刑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对积极参加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就你是头头 你是台独头头啊 你就是十年以上 无期徒刑和死刑 你不是头头 但是你特别积极参与台独活动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还有 你也不是头头 你也不积极参加 但是你也参加了 怎么办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 剥夺政治权利 重复一下 就说你要搞台独 你要敢搞台独 对你就是三种办法 一个 你是头头 头头怎么办 十年以上 无期徒刑 死刑 你说我不是头头 我积极参加了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三到十年 你说我既不是头头 也没有积极参加 就一般的参加了一下台独 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 总之你只要搞台独 你就三个下场 或者是十年以上 无期死刑 或者是三年到十年 或者是三年以下 参加一下就三年以下 积极参加 三年到十年 头头 十年以上 无期死刑 下面是怎么区分三个 详细讲 那还是说 我从来没参加过台独 我就在家写个台独文章 我写个台独教材 我这个在网上 发表一点台独的说法 怎么办 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 首要分子五年以上 这个就讲清楚 你说我从来没参加过 任何台独活动 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 我脑子里面想台独 我嘴上说台独 我笔下写台独 这就叫煽动台独 怎么样 没参加过活动 你煽动台独 五年以下 而且你煽动的很厉害的 五年以上 上多少 老子说你多少就多少 所以这个 这是个法 大家听懂了吧 就这么个法 现在我再从头来给大家 再念 大家就明白了 说是 关于依法惩治 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 国家犯罪的意见 为了依法惩治 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 国家犯罪 切实维护国家主权 根据 反分裂国家法 专门共和国刑法 专门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及相关法律 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本意见 这个 这个意见的 法律地位是非常高的 它不是法院的 也不是检察院的 也不是公安部的 也不是国家安全部的 也不是司法部的 是五家联合的 就是最高 法院最高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安部 司法部 两高三部 联合意见 这个就 就仅次于宪法了 这个起高 这个位置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 极少数台独分子 大肆分裂 严重危害和平 危害两岸利益 中国根本利益 人民法 人民减书院 公安机关 国家安部机关 司法机关 要充分发挥职能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它是5月26号公布的 5月20号 赖清德宣布 34台独 要依法严惩 台独分裂分子 汉卫 要依法严惩 台独分裂分子 煽动 分裂 国家犯罪 就 严惩 参加的和严惩 煽动的 两回事 坚决 据捍卫 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 二 准确认定犯罪 就三 我刚才说了 先是 参加的人 谁是十年以上 谁是三年到十年 谁是三年以下 一 已将台湾 把中国分裂出去 为目的 组织策划 实施下列行为 之一的 根据刑法的 103条 第一款 以分裂 国家罪 定罪处罚 反而搞台独的 就是一个罪 分裂 国家罪 发起 建立台独组织 你建立民进党 你建立任何台独 分裂组织 策划制定台独分裂纲领 你制定那个台独党纲 你指挥台独分裂组织成员 其他人员 实施国家 实施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一活动 总之 民进党的各级领导 所有台独组织的各级领导 李登辉 陈水扁 蔡英文 这个 赖清德的 所有的大众小官员们 你们都是 台独领导分子 我们是 托云 我们是 优优 水托云